大家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这一款 枣形针花样的编织 主要用的针法是中长针 还有长针,短针 然后呢下面我还是 以勾这个小包包为例 给大家做演示 看一下它这个花形是每八针为一组 大家在取针的时候 最后一圈加针要取八的倍数 好,下面呢我们开始 这里呢我起了十二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还要够两圈的加针 加到十六个帧母 然后这个包底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自由发挥 必定了非要按照我的这个勾法 可以勾成圆形的 圆形的话就是 先取八针或者是六针 然后隔几针,隔一针,隔两针,隔三针这样加 只要是八的倍数就可以 勾针的话大家一定要灵活运用 多一针,小一针的话都无所谓 你可以去便一针,也可以去加一针 都是这样的 不一定非要按照我这个勾法来勾 我主要是教给大家这个花形的勾制 还有关于这个包带 就是包带的话自己随意取 宽的,窄的,或者是虾便都可以 好,下面呢我们开始啊 然后 12个便的针勾好后 我们就在两侧加针 继续勾出一个起立针 返回第12针里勾出两个短针 然后中间不加不减 勾10个短针 因为起了12个便的针 两侧加针就是去掉了两针 所以中间还剩了10个短针 大家就是中间 不加不减 一直勾到最后还剩下一个辫子 勾到最后还剩下一个辫子 我们在里面勾出4个短针 然后又拐到这里 继续勾出不加不减的10个短针 大家把10个短针勾出来 勾完10个短针 在这个最后一针里 继续勾出两个来 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勾出了两个 这样两侧呢就是一共勾了 这边加了两针 这边加了两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我们还要加针 在引拔针的这里 继续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好就加出一针 然后下一针里勾一个 中间呢依然是10个短针 不加不减 中间10个勾完又到了 这一侧 12344个短针这里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勾出一个 第二针上勾出两个 然后第三个上面勾出一个 第四个上面勾出两个 然后又加出了两针 中间 这一侧中间勾10个短针 一直勾出10个短针之后 大家就停下来 又到了最后还剩下两个针目 我们还要加上一针 然后勾一个短针 先勾一个加针 然后在最后一针里 直接勾一个短针 这样呢和刚开始的时候就连起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勾了一个加针 这样加上刚才勾的这个 一共是两个短针 然后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面 勾一个引拔针 包底勾完 然后继续勾下一圈 一二 这一圈呢我们要勾一圈中长针 勾一圈中长针的起立针是两个辫子 然后我们在第二针里 勾针绕线把它勾出来 一次性脱过三个线圈 这是中长针的勾法 这一圈就是不加不减的勾中长针 大家把它勾完 然后这一圈勾完在起立针第二个辫子上 第二个辫子上勾一个引拔针 好我这里勾完了 然后呢 我一共是起了十二个辫子针 又加了四针 一共是十六个这样两侧加起来 就是这一圈加起来的话是三十二个针目 正好是八的倍数 下面开始勾这个滑形一二三 作为一个长针的起立针 中间勾一个辫子 勾针绕线 空一针 我们在第三针里 勾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这是一个 勾针绕线 两个 三个 好三个之后 继续绕线 脱过前面这全部线圈 继续 再脱过后面两个线圈 勾一个辫子 中间空一针 再勾一个长针 长针勾完 一个辫子 空一针 继续勾这个 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我们要在勾针上绕三次线 勾完之后 先脱过前面的线圈 后脱过后面两个 继续一个辫子 空一针 再勾长针 这是这一圈的勾法 长针勾完 一个辫子 空一针 然后又开始勾这个 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中长针勾完 又开始勾长针 然后每一个两个中间呢 就是用一个辫子间隔 大家把这一圈勾完 勾完最后一个 就是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然后勾一个辫子 在奇迪针第三个辫子上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结束 好 开始勾下一圈 下一圈的话就是 调出一圈的短针 奇迪针这里勾出一个 中间一变得像 勾出一个短针 早前针上面勾一个短针 中间变得像 勾一个短针 长针上面勾一个短针 就是这样 勾出一圈的短针来 开始勾下一圈 好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 先做一个引拔针 下一圈呢 就是还是勾这个花形 只不过这个花形呢 我们要把它错开 长针的地方呢 我们就勾造型针 造型针的地方呢 就勾长针 刚开始的时候是 一个两个辫子 勾中绕线 还是在刚开始的地方 勾出两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好 先脱过前面的线圈 这样 中间一个辫子 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勾一个长针 长针勾完 一个辫子 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勾出 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两个 这个线圈的话 一定要稍微的拉起一点 三个 这是这一圈的花形 就是 它俩正好相反 大家把这一圈勾完 好 这一圈呢 是以一个长针结束 然后勾一个辫子 在第一个 枣形针上面 直接勾一个引拔针 就可以了 勾完之后 又开始重复 勾出一圈的短针 枣形针上面勾一个短针 中间一变得上 勾一个短针 长针上面 勾一个短针 就这样 然后后面的勾法呢 就是一直重复 这几圈的勾法 勾完这一圈短针之后 又开始先勾 这个枣形针 然后再勾长针 勾完这一圈之后 又开始重复 这一圈的勾法 这样是这两个花形 错开就可以了 然后一直勾到 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 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之后呢 我们再勾出一圈短针来 然后开始勾包眼的部分 先勾一个起立针 这里的包眼呢 我们勾到勾短针 就是逆着勾短针 勾一个起立针 把勾针穿到这个后面 最后一针里 把线勾出来 这样 就是一针 然后就是一直这样 反着勾 勾到中间的时候呢 大家别忘了勾出一个扣眼 好 看一下 差不多中间的位置就可以 然后我勾到这里呢 我就开始勾辫子针 二三 这里呢 我随便勾几针 根据自己扣的大小去勾 好 勾完之后 继续还是回到这个 刚开始 这个针目里 我们再勾 把线勾出来 继续再勾出一个 倒钩短针 好 然后再到下一针里 继续往下钩 继续往下钩 看一下这个扣眼 然后呢 大家就是一直勾到最后 这样倒钩短针 好 勾到最后呢 大家就是在刚开始第一针的时候 我们把它勾引拔针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线都藏一下 下面呢 开始勾之这个包带 包带的话 我用的是 就是和变的针差不多的那种包带 然后 用一根线 这样对折之后 这根线呢 稍微留长一点 如果你勾大包的话 从中间 就针 把线勾出来 这是我们要在钩针上挂的线 我放在这里 好 这样挂在钩针上 把这个线勾出来 稍微拉紧一点 第一针 好 第二针就是一直重复 一种非常简单的钩法 这样把这个线挂在钩针上 然后把这根线勾过来 挂线 然后勾出来 挂线勾出来 就是这样一直重复 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就可以了 勾到需要的长度 然后把线剪掉就可以了 最后呢 这里是剩了两根线 然后把它固定在对面 这样 好 这个包带呢 大家自由去选取啊 可以选择别的包带 然后这个花形呢 也可以去勾织别的东西 别的样式的款式的包包 那今天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